欢迎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IPO市场仍在寻求阿姆公司之后的大幅反弹 华尔街周报 激增的国债收益率打破了股市的债券替代品 美国就业增长超出预期引发加息担忧 科罗地亚授予低热能勘探许可证 中国推动铜价下跌至四个月低点 引发全球经济警报 等等 请大家收看 美国IPO市场仍在寻求阿姆公司之后的大幅反弹 日经亚洲 在美国IPO市场中 投资者优先考虑盈利能力 这可能对一些不符合投资者期望的亚洲公司造成麻烦 根据安永的数据 亚洲的IPO市场也面临困境 IPO数量同比下降8% 融资额下降41% 在美国 人们希望2024年上半年IPO市场能够恢复正常 特别是在2023年审计完成后 利率和潜在经济衰退的宏观形势变得更加清晰之后 《华尔街周报》激增的国债收益率打破了股市的债券替代品 路透社 预计具有债券特性的美国股票受到了飙升的国债收益率的重创 自美联储上个月发布鹰派利率预测以来 导致美国收益率达到16年来的最高水平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约4% 公用事业和消费品稳定股息 而文明的债券替代品的下跌尤为严重 自联储会议以来 其股价分别下跌了13%和8% 美国就业增长超出预期 引发加息担忧 半导电视台 美国就业报告强劲 增加了人们对利率将持续升高的担忧 导致美元走强 对股票和债券市场蒙上阴影 上个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33.6万个岗位 几乎是预期的17万个的两倍 而8月份的数据也有所修正 该报告引发了人们对后疫情时代经济进入新时期 利率和通胀上升的担忧 标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了13个基点 达到了16年来的新高4.8874 美元指数上涨了0.29% 克罗地亚授予地热能勘探许可证 路透社 克罗地亚已经授予在德拉瓦河流域 探索5个地热区块的许可证 为绿色能源投资提供了4亿欧元 421.6万美元 克罗地亚厅类机构 Chart已经确定了大约200口 最初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的井 以及75个适合区域供区域供暖或发电开发的区域 这些区域可以提供超过1GW的能源 Chart评估了来自11家本地和外国公司的16个投标 授予了石油公司 Ina 英国资助的公司 Igopan 和土耳其资助的公司 Yoy Energy Generation的勘探许可证 中国推动同价下跌至4个月低点 引发全球经济警报 日经亚洲 由于中国需求下降 国际铜价已跌至4个月低点 引发了对全球经济状况的担忧 中国占全球铜需求的60% 该国房地产市场的放缓 导致对铜线和其他建筑材料的需求停滞 此外 铜库存激增 表明全球制造业需求疲软 投资者还基于美国货币紧缩的假设 避免风险资产 进一步压低了铜价 然而如果风险资产避免减轻 市场有望在下半年复苏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些新闻吧 首先 我们看到美国IPO市场 仍在寻求着下一个巨大的反弹 但亚洲公司可能会面临一些困境 投资者在考虑投资时 更倾向于盈利能力 这使得一些不符合投资者期望的亚洲公司 难以获得投资 此外 根据安永的数据 亚洲的IPO市场也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IPO数量同比下降了8% 融资额下降了41% 美国投资者希望在2024年上半年看到 IPO市场的正常恢复 特别是在2023年完成审计后 利率和潜在的经济衰退情况 变得更加清晰之后 接下来 我们看到激增的国债收益率 对股市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自从美联储上个月发布了 鹰派利率预测以来 国债收益率不断攀升 导致标普500指数下跌了约4% 特别是公用事业和消费品稳定股息 而稳定的债券替代品 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自联储会议以来 其股价分别下跌了13%和8% 在就业方面 美国的就业数据超出了预期 引发了人们对加息的担忧 上个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33.6万个岗位 几乎是预期的两倍 而8月份的数据也有所修正 这份报告引发了人们对后疫情时代经济进入新时期 利率和通胀上升的担忧 国债收益率上升了13个基点 达到了16年来的新高4.8874% 美人指数上升了0.29% 另外 克罗地亚授予低热能勘探许可证 为绿色能源投资提供了4油元421.6万美元 克罗地亚石油局已确定了200个 最初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的井 以及75个适合区域供区域供暖或发电开发的区域 这些区域可以提供超过1GW的能源 克罗地亚石油局 在评估了来自11家本地和外国公司的16个投标后 授予了石油公司 安娜 英国资助的公司 Igopan 和土耳其资助的公司 Biole Energy Generation的勘探许可证 最后 我们看到中国推动铜价下跌至4个月低点 引发了对全球经济状况的担忧 中国占全球铜需求的60% 该国房地产市场的放缓 导致对铜线和其他建筑材料的需求停滞 此外 铜库存激增 表明全球制造业需求疲软 投资者还基于美国货币紧缩的假设 避免风险资产 进一步压低了铜价 然而 如果风险资产避免减轻 市场有望在下半年出现回升 以上就是我对这些新闻的深入分析 我认为这些新闻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利率 通胀和全球贸易环境等因素的变化 以制定合适的投资策略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这些新闻 有什么看法或者疑问吗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您的问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